近日福建的一位渔民网到了一只大海龟 体重将近50斤 当渔民割破渔网想把大海龟解救出来的时候 竟然看到这只大海龟流下了眼泪 梁胜寅就是网到海龟的渔民 他告诉记者 7号傍晚他和父亲收网时 感觉渔网比平时重了不少 我老爸过去捞起来一看 我好大的一只东西 刚开始他还不知道他说是乌龟 然后后来我回来 我就是说 我看到的时候 我说这可能是海龟 杨胜寅说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和父亲开始割于网时 这只大海龟竟然流下了眼泪 看到眼泪就这样子跟人一样 流下来 流到地上 以前有听说过 但是这个不能确定 但这是我是亲眼所见 感觉我真的 这是很神奇 海龟流泪其实是一种海龟拍颜分的一种过程 海龟那个盐窝里面有一个盐线 海龟通过盐线将那个体内的盐分那个排出来 那我们看起来好像海龟在流眼内一样 虽然不知道具体品种 但这么大的海龟非常罕见 杨胜寅立刻拨打电话报警 记者8号上午 在杨胜寅家附近的一个水池 见到了这只大海龟 当时这只海龟已经经过当地渔业部门的专业人士鉴定 确定是只带帽 根据海龟的这个三个特点 身上有13块方格的鳞片组成 颜色是介于特色跟黄色之间的一个雪丝鳞片 那它尾巴比较短 一般不外露 同这三个方面判断它这个是带帽海龟 带帽又名带帽 属于海龟科的一种海龟 因为甲壳美丽可做首饰雕塑等饰品的原材料 享有海金之成 再加上带帽的肉蛋很美味 甲壳可入中药 所以被大量捕杀 现在已经十分稀有 而这只带帽体长80公分 宽40公分 重达48斤 实属罕见 我打了40多年 从来没经过这个 经过检查 这只带帽身体状况良好 适合放生 按照当地习俗 杨胜寅在带帽的背壳上写下自己和父亲的名字 并在归旗上系了一根红绳 祝他旅途平安 为了避免他再次被雨网缠住 当地边防特意选择了一个直面外海的沙滩 将其放生 字幕志愿者计响 网友 字幕志愿者 杨胜尔 傑友 字幕志愿者 杨胜尔 杨胜尔